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一站是全中文服务 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一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五的世界本地市场情况 澳洲股市在上周五有轻微的上涨 截止收盘上涨幅度约为0.3% 其中代表澳洲地产的股票GMG 也就是工业和商业地产股发布了财报 对比上一年时期 它的业绩增长了48% 使得澳洲在上周五的时候地产板块出现了全面上涨 中国方面深圳和上海分别上涨大约是0.2%至0.4%左右 欧美方面 英法德有出现轻微的下跌 跌幅为0.3% 最多的1.3% 但是到了美国时间 美股是出现了暴跌 道琼斯指数是下跌600个点 超过600个点 跌幅大约是2.8% 纳斯达克科技指数下跌3% 标普大盘同时也下跌了2.8%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受到美股下跌的影响 一度出现了暴涨 那么到现在开盘时间 目前黄金价格报价是1盎司达到了惊人的1550美元的高度 那么在数字货币比特币上面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 目前一个比特币报价大约是10,100美元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重点先来说一下的 就是上周五晚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美股暴跌 正如我们刚才说到的 道琼斯指数下跌了600个点 包括纳斯达克也同时下跌了3% 其原因就是因为上周五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再度紧张 那么在上周五晚上澳洲时间大约晚饭时间左右 中国发布了新闻 宣布对于美国价值750亿美元商品 将会开始征收关税 那其中分为两步走 第一部分将于在9月1日起开始实施 第二部分将会在12月15日开始实施 那么在随后不到10个小时的时间 美国方面也出现反击 美国方面宣布对于中国之前2500亿商品出口 关税将从之前的25%上调至30% 同时针对剩余的3000亿美元商品 征收的关税将从之前的10%上调至15% 那么中美两国再次相互提高了 对于各自产品征收的关税 也使得市场是非常的恐慌 那么在宣布关税政策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随后法国召开的 西方七国集团会议上在此说到 对于中国的关税 他非常后悔是之前没有增加的更多 同时他命令美国的企业开始撤离中国 那么他这一系列的言论 使得原本已经出现下跌的美国股市 是加深了之前的暴跌 最终导致了道琼斯指数是下跌超过了600个点 毫无疑问的是 现在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陷入了过去10年来的新低 未来将会如何呢 其实两国本身各自都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 但是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 现在两国是硬杠上了 美国赌的是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长期放缓 而且目前的香港问题也是持续曝光 使得中国是需要依靠美国的帮助来帮助去恢复经济 那中国的考虑则是 我们中国是可以接受一两年的经济下滑 但是你美国不行 你明年就要大选了 你为了取得连任你就必须保持股市和经济的持续上涨 如果出现了下跌 那么到时候连任肯定就没戏 所以说中美两国呢 各自是压在了自己认为对的那一方 那使得现在呢 这个局面呢是出现了僵持 一直都搞不定 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 贸易谈判呢是越弹越上火 现在几乎两国把对方所有的产品都要加上关税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呢 这个我们作为小鱼和小夏 是没有办法来改变世界格局的 那我们做的呢只能是适应 但是中美两国的关系的持续恶化 最终影响最大的 其实就是股民和投资者 所以大家一定想问 在目前的局势下 作为我们散户可以做一些什么应对措施呢 那么其实呢 有几种不同的选项供大家参考 首先在股市上面来说的话呢 目前我们在股市上的投资组合 应该减少中小板块 高科技板块 以及和中国密切相关的 出口贸易型板块的投资比例 加大防御型股票 黄金股 以及呢大盘银行股的持股比例 这一些股票能够相对更加牢固的抵抗 目前的风险 第二部分的话呢 是重点考虑在外汇上的看好日元 以及瑞士法郎 同时呢看空和中国贸易密切相关的货币队 尤其是澳元 第三也就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 适当的更加多换一些澳币或者是英镑 因为美元现在呢价格实在太高了 相对来说 澳元和英镑的价格是各自 他们汇率的五年的新低 因此呢我们多换一些澳元和英镑 相比美元来说要实惠的多 以上就是几点 在目前这个贸易局面贸易纷争白热化的时候 我们小鱼小虾 我们散户可以做的选择 除了股票的这个修改它的组合以外 另一个我刚才忘了说的 就是实际上呢 我们投资者可以考虑 对于澳洲股指大盘 美国股指大盘 以同等比例或者是50%比例的做空 以做到套期保值 保护我们的实际股票投资 以上呢就是今天 我们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欢迎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